一个人一本书,大家好,我是芊云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老人家 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文化水平也不高 可是你在跟他相处,交流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就像当我第一次读到岛田阳气的 左赫的超级阿摩一样 当我接触到这一本书的时候 蔡崇达的阿泰也是一个这样风风火火 接地气,又充满智慧的老人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 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物着给拖住 这一段话呢,他是阿泰的生活观 阿泰是谁呢?阿泰就是一个活到99岁 当过神婆,而且还缠过小脚的老人 所以呢,今天我想跟你推荐的这一本书呢 就是蔡崇达先生的散文集皮囊 皮囊这本书呢,它是在2014年出版的 然后里头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蔡崇达的真实故事 我只能说呢,这一本书每一篇都写得极好 蔡崇达他把自己的故事,周遭人的故事都描写得 好像我们自己也曾经目睹过这些场景一样 读着读着呢,你会觉得好像有某些段落 某些场景似曾相似 很快你就能投入到蔡崇达先生写的这些故事里面 看着他一遍又一遍跟你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每一个环节都很吸引人 我甚至因为读得太过投入,而在地铁里面忘了下车 这就是一本好书的迷人之处 可以让正在看书的我们暂时忘了外界的纷扰跟喧嚣 因此我在这里强烈推荐爱看书的你 如果还没看过皮囊的话呢 在2021年这一本书肯定是你的必看读物之一 皮囊里呢,总共有14篇散文 在这里我跟你分享其中两篇 第一篇跟书名一样,也叫做皮囊 蔡崇达呢,他从小外号黑狗达 有一个很疼爱他的阿泰 阿泰是谁呢?阿泰就是他外婆的妈妈 用蔡崇达的话来说,阿泰是一个很牛的人 当年蔡崇达的外婆过世 阿泰在自己女儿的葬礼上没有流下半滴眼泪 当时呢,年纪还小的蔡崇达不明所以 他就跑去问阿泰你怎么不难过 脸上长满瘦般的阿泰呢,微笑着跟蔡崇达说 因为我很舍得 又有一次呢,阿泰竟然在切菜的时候把手指头给切断了 可是那个时候阿泰呢,只是冷冷的说了一句 哎呀,手指头断了 听到这一句话,那个时候蔡崇达全家人兵荒马乱 可是阿泰呢,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另外阿泰也做过一件很牛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的儿子不会游泳嘛 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会游泳呢 直接把还小的孩子直接扔进水里面让他自己游泳 然后那个时候呢,所有人都在骂他没有良心 他只是冷冷的说了一句 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 蔡崇达长大后呢,就搬离了家 离开了阿泰,到了外地念书工作 有一天呢,蔡崇达就接到母亲的电话 说阿泰走了 阿泰在临走前留给蔡崇达一句话 黑狗达不准哭 死不就是搅一蹬的事情嘛 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 因为从此以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 来去多方便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散文,已经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阿泰把死亡看得那么的潇洒 离世前留给蔡崇达的话语气里都是对一切的看淡 没有对这副肉体有过多的留恋 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这副迟早会败坏的皮囊 而是被皮囊裹住的这颗心 也许如此,阿泰才会说肉体不是拿来伺候的吧 可惜现在这个时代不断传达的事外表多重要 却很少提及一个有趣和善良的灵魂 胜过精致完美的五官,胜过完美的身材比例 内在的温柔坚定比迟早走向衰败的外表来得更为重要 接下来说说蔡崇达的儿时玩伴天才文展 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是去家乡 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11岁的蔡崇达个性自闭,不太说话 成天躲在房间里郁郁寡欢 为了让儿子开朗一点 蔡崇达的母亲找了镇上一个模范圣的好孩子文展 来开导蔡崇达 只比蔡崇达大一岁的文展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必须拯救蔡崇达 并没有对蔡崇达的冷漠感到气馁 渐渐的蔡崇达也愿意和他一起玩乐 文展是一个有兔存的孩子 可是呢,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感到自卑或边缘化 反而这样子的文展成了小镇上所有孩子的领导者 用蔡崇达书里的话说 文展是我见过唯一一个降服了缺陷的孩子 镇上的孩子都喜欢来到文展家玩 然后呢,下午都等待文展为他们安排各种的玩耍活动 甚至他们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做文展兵团 文展兵团里的孩子们都很崇拜文展 认为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而文展也认为自己将来肯定能干大事 他鼓励蔡崇达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路 未来自己一定会在大城市等着他 我要告诉你的是 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标,这很正常 没有几个人能哄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 文展在初三的时候为了准备考试呢 就再也不跟正善的小孩玩耍了 也因此文展兵团就此解散 之后呢,蔡崇达跟这父亲到宁波出差了一阵子 他买了土产要送给文展 可是文展家的大门依旧紧闭着 直到有一天呢,文展自己主动来找蔡崇达 他告诉蔡崇达说自己已经考上了心理的学校 即将到大城市念书 最终文展以一个模范的样子 启程前往城市了 所有亲朋好友都来送别 文展以一个英雄的样子 风风光光的离开了家乡 离开后的文展呢,刚开始还有给蔡崇达写信 不过第三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后来蔡崇达辗转从文展哥哥那里得知 其实文展在学校跟人家打架 因为吐存的关系时常被其他同学嘲笑 有一天文展回家了 却拒绝与任何人见面 好不容易蔡崇达见到了文展 可是他却发现文展好像变得心事重重 压力很大的样子 而且感觉上很负面 虽然有许多担心和好奇 但我终究没再去敲他家的门 我心里隐隐觉得 他的脑子或者心里有种异样的东西 说不上那是不是病 但我害怕自己会被传染上 后来文展就回到了学校 之后也再也没有回来小镇 就这样蔡崇达和文展就断了联系 我在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 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 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 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 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 这样的人因为出身 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 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 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 或城市孩子般的精明 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 大学毕业后的蔡崇达成了一名记者 可是他的心里却一直念念不忘文展 直到有一天 蔡崇达的邮箱里收到了文展的信息 文展热情地夸奖蔡崇达的成就 还不忘在他写的每一篇文章上点评 最后说自己正在筹备一个大计划 想要让老家人引以为傲 蔡崇达回信给文展说 自己希望和他可以在春节里聚聚 可是在那之后呢 文展却再也没有回信 而且也没有回老家过春节 直到有一天文展的父亲突然病逝 文展才再次回到老家 同时他也在镇上的广播站当定工 在启程回老家的前一个月 我竟然不断想象 和文展相见会是如何的场景 我不断在思考 自己是该客气地和他握手 还是如同以往 像个哥们拉住他拥抱一下 好不容易蔡崇达回到家乡 再次见到文展 是在文展的房里 他的外表 他的眼神 他的气质 似乎都不是十几年前 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展 生活已经把他雕刻出另外的模样 最后当蔡崇达说起自己的外地生活 文展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 对话的最后 只留下文展的一句 你说凭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我 第二天我改的机票提前回北京 在路上我反复在想 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 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 又或许是因为 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 我们都是既是去家乡 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故事的最后 文展的母亲为文展安排了多场相亲 可是因为兔存的关系 很多女生都不愿意接近他 在单位文展也因为看不上同事的粗俗 所以跟同事们也相处得不融洽 而在家里呢 文展又和哥哥闹不合 最后跑去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 当起了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我读到这个结局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如果当初文展在城市里面 有遇到一个愿意陪伴他 开导他的朋友的话 也许文展就不会放弃了他儿时的所有梦想 也许文展就会带着希望跟朝气 去迎接生活中的挑战 而不是最后活成了一根刺 看谁都不顺眼 自己难受别人也难受 最后把自己的世界用许多框架 框成了一座只有自己的孤岛 自己走不出孤岛 别人也无法走近 大城市是许多来自小镇的少年少女 向往的地方 那里有五光十色的夜生活 各种的兴起好玩 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和理想 只有大城市能够抵达 可是到了大城市之后的我们 才发现原来这座城市是个让我们迷失梦想的地方 甚至连我们自己也逐渐成了一副面具 在各种物质虚荣里 丧失了当年朝气蓬勃 自信满满的自己 成了一个不得不为生活低头 垂头丧气的中年人 到最后才发现 自己当初为了远方而离开家乡 最后却没有抵达期待中的远方 反而连家乡也一并失去了 我把这道文字献给和我一样 离开了家乡 在城市打拼的你 希望我们都可以为了生活低头 可是千万不要放弃理想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 要相信自己 不要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会讨厌的人 更不要成为下一个文章 最后皮囊里还有其他文章 例如 母亲的房子这一篇 说的就是蔡崇达母亲为了一个说不出口的爱 那是对已过世的丈夫的爱 就算是自己需要四处向人借钱 就算是牺牲自己儿子在北京买房的机会 他都坚持要重建一座马上要被拆除的老房子 即使这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很傻 可是他还是要完成 他尝试解释我是不是很任性 这房子马上要拆了 多建多花钱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 他止不住后套大哭起来 我只知道 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 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 无论住什么房子 过多好的生活 蔡崇达母亲这样子的执念一方面让我觉得很自私 可是一方面又不得不为这个傻女人折服 蔡崇达在母亲的房子最后写道 我知道即使她房子终究被拆了 即使我有一段时间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另外皮囊里面还有一篇残疾 写的就是蔡崇达父亲中风后的故事 以及张美丽这个带着神秘传说的女鬼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等等 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一些感触 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阅读心得跟分享 对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这个频道最主要是每个星期会推荐一本好书给你 书籍类别概括了心理励志 职场学习 文学小说等等 我们很快就见面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